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不用花大钱 轻轻松松就能够由内而外的保持美美的呢 今天我们一间大人物就特别邀请到美容产业的新生代教主 他年纪很轻就创办了两家公司 推出了健康食品跟美容媒体的两大品牌 我们欢迎原我跟凯卫两家公司的执行长邱思萍 Bestie 哈喽 韩主好 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今天的执行长真的特别漂亮 因为执行长年纪轻轻 她是1990后出生的世代 可以获真价实的是八年级创业家 那我就很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当年才20出头的你 就决定要自己创业 因为其实一开始像我自己是 像我是基隆人 然后我大学毕业 大学的时候都一直在外面租房子 因为我也在宜兰念大学这样子 那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台北工作 那其实一直在外面租房子 其实遇过很多那种 恶房 比较恶职的房东 或是那种比较骚扰人的房东 那像其实就是 那时候我也住过顶楼家盖 我住顶楼家盖的时候 也就是在退租的时候 还被就是乔令名目的扣一些押金 然后或者是说 像合约还没有到期 就房东就急着要赶人 可能想把房子卖掉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让我觉得 好像下个月快要没有地方住了 一直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萌生了想要买房子的念头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当初创业是为了买房子 可是很多年轻人创业都是说 我要开咖啡厅 或是我要开个餐厅 但你选择切入美这块产业是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也是 我就读也是美容相关的科系 我觉得这也算是我的专业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自己在医美诊所 也工作一段时间 监视了很多美容的产品 所以才会想要往这方面发展 你在原本在医美诊所有上班 而且其实就我所知 通常那个时候 每个月收入可能都有了个十几万 但是你毅然决然把所有资金 全部砸下去做创业 家人一开始应该会蛮不能接受的 对 其实我爸妈是非常的反对的 对 因为我爸妈也是做生意的 所以他们知道做生意非常的辛苦 那我小时候 其实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因为爸妈妈永远都在工作 很忙碌于工作 所以说就是我爸妈会觉得说 创业压力很大 然后他每个月都要去烦恼 他们的房租在哪里 那员工薪资这类的 所以他就会不希望我去走一样的路 对 所以他们一开始非常反对我创业 甚至还会就是可能告诉我说 如果你在那边欠钱 就是我们不会帮你的这类的 对 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身上经有的资金 然后想办法自己从零到有这样子 其实爸妈妈把话讲得这么重 是心疼你 他们很担心女儿出去外面闯 那当爸爸妈妈家里反对的声音出来之后 你要怎么样去沟通说服他们 其实我觉得就是做出好的成绩 就是一个最好证明自己的方法 那因为后来成绩做得越来越 越来越不错 那其实爸爸妈妈就渐渐的也很支持我 这样子 对 因为其实做才是最重要的 只是说在整个创业的过程 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 曾经碰过怎么样的挑战 那我们又要怎么观观难过观观过 应该说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真的就是从 一开始我在要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开始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对所有的成分的来源是非常要求的 对 然后甚至可能就是像我要求到 就是厂商要特别去帮我进这一款原料 所以说当时的进货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下货量也是很惊人的 因为一般他们的公版是没有办法做出 我要的产品我要的效果的 因为当时最主要都是做吃美颜的 那我又不想要跟市面上的商品一样这样子 对 所以说当时花了很多的心力在沟通 那最主要的是我以前曾经就是 十几岁的时候吃过那种来路不明的减肥药 对 然后那时候吃完之后就是 很不舒服 心悸得很厉害 然后全身冒冷汗这样子 对 然后而且不仅就是吃完之后没有变美 还变得更丑了 对 因为虽然瘦得很快没有错 但是因为其实你在吃那些减肥药的时候 会让你的脸色变得比较蜡黄 而且就是头发一掉得很严重 就是我头发就在扫了 还掉 所以就每次照进去就觉得真的太丑了 对 所以也是因为 这一个就是比较不好的经验出事之后 我在做我自己的产品的时候 我最要求的就是一定要是一个 很健康的产品 OK 所以那时候我们光是在原料上 就特别的下功夫 可是问题是 对于那些上游的原料商来说 他可能才懒得特别理这个小客户 那你要怎么样去让他可以重视你的需求 我其实真的是很感谢我这个 就是合作的这个老板 因为我真的也是各种如他 假日平日都在如他 他下班之后我也是疯狂的打电话 一直在跟他沟通 对 然后因为其实我很感谢他 因为其实我遇到很多厂商 真的不是以毒不回我 不然就是整个人间就 人间蒸发了 不然就直接拒绝我 说你的单 小姐你的单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 这样子 因为可能看到我可能年纪也比较小 也会觉得我是不是在闹 对 但我经过真的 原本他还是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做 然后后面我就是掠他 掠到后来他就说 好啦 那他也愿意跟我一起 读一把试试看这样子 所以其实真的是要实践 要亲力亲为 掠到他愿意理你为止 那我们是自创品牌之后 就成功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不过随之而来的 却是对手的争相模仿 听说你的产品推出还不到一年 就遭到仿冒 甚至还让你吃到官司 是 因为我当时我们在做的那个 吃美颜的产品 那因为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在网路上造成很 就是一股热潮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的 可能其他的仿冒品 它就是打折是我们的2.0版本 然后就是对顾客去做销售 那因为有顾客吃了不舒服 所以就询问我们的客服 然后在就是询问之下 我们才知道说 有这样子的仿冒品存在 那因为那时候可能创业经验不足 所以说在网路上做的一些声明 可能就是没有稍微好好的把关 它的用词之类的 所以说最后就让我们的仿冒 仿冒我们的产品的厂商 就拿着这些东西来告我们 说我们就是毁谤他们 对 可是明明是他们模仿在先 而且没有用到真的好的原料 对 是 但是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明明做错事情就不是我 所以我当时真的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然后真的是很紧张很害怕 因为也是我第一次上法院 但还好 因为我当时也真的就是自己找了 做了很多的功课 自己在网路上做功课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钱可以请律师 所以自己努力做了功课 收集证据 然后最后就不起诉 这件事情就这样聊聊的 吵吵的结束了 真的是被迫长大 商场上的险恶 那其实没关系 靠着我们年轻的拼劲 短短几年呢 你们旗下的网路保健产品 已经是月销好几万盒的成熟品牌 不只在台湾受到欢迎 甚至有在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和韩国都建立了通路 那我们就想说 可不可以请思评分享一下 在扩展整个亚洲市场 整个过程的新度历程 或是有什么感动的事 其实我觉得在最感动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的文宣 被制作成各国的不同语言的版本的时候 其实看到的时候 内心是真的还蛮激动的 而且我 而且当各国之爱美的女生 都在关注你的品牌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很感动 就觉得台湾有这么棒的产品 终于被世界看见了的那种感觉 对 那因为其实 接着很多国外的代理商 因为喜欢我们的产品 接着去了解台湾 然后发现台湾是一个很值得信赖 然后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让大家看到台湾有这么棒的 生技产品 生技品牌这样子 所以真的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确实因为我们现在都是 大部分是台湾的女生 去模仿韩国 或是想说要用韩国小姐姐的保养品 但其实你在拓展亚洲的市场的时候 发现一路都还蛮顺利的 特别是亚洲国家里头 像是日本啦 韩国啦 泰国都是美容保养品的大国 那我们要在亚洲市场去站稳脚步 一定要有竞争力才行 那我就想请四平来谈谈 在这么竞争的环境之下 我们有什么独特的生存之道 对 除了像我自己是学美的科系以外 像我自己也是一个爱美的消费者 然后像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开发的这些产品 然后我们旗下这些美业呢 都是以消费者为出发点 其实我自己比较专注于 我们产品的开发的技术 以及我们的品质 跟我们的服务 所以还有可能产品的独特性 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专注于 我们自己的技术的时候 其实只要好的产品 我就觉得不怕竞争 有没有听过其他国家消费者的反馈 是怎么样 就是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效果都非常好的 所以而且他们也很愿意 就像我们各国的代理商 都很愿意办大型的活动 因为效果很好 就办一些数人的大型活动 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感动 这样子真的好特别 因为跨国的活动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让你觉得说 曾经有一个可能国外的 可能原本皮肤很黑黑的女生 然后特别用她的语言跟你说 我吃了 有什么样的那种感动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其实这真的 她从我一开始创业到现在 每天都会接收到像这样子的讯息 那其实我觉得 这已经不是 可能起初是为了要 可能希望可以买房子 想要赚更多的钱 但我觉得到后来 只支撑我一直创业到现在 真的最多的都是成就感 对 因为当听到很多 这样子的内容的时候 真的内心都会觉得很感动 就是因为女生变漂亮 自己也变得很开心 也变得更有自信这样子 那像各国的代理商也会说 这可能是他们平常代理过很多产品 但是碰到你们的产品 真的是他们发现说这个销量最好 有这样子的反馈吗 有 而且其实我的代理商 其实可能我自己个性比较严谨的关系 所以我找到代理商也都非常的龟毛 所以在这么龟毛的代理商 他又能这么喜欢我的产品 其实也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那通常美容保养产品或是这个产业 往往一路以来的做法就是会 砸大钱去找代言人 去找那些很漂亮的女明星 去标榜说明星光环 让消费者去有这个想象空间 但是我看你们却并没有走这样的策略 为什么你是这样想的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 好夫质占了基因的70% 所以像我自己也不是天生好夫质 我也是靠后天努力去保养的 去达到我想要的夫质的 像我们自己的产品 这六年来我也是都是自己开发 自己去做测试 然后自己去修改样品 对 所以像我自己也是 我们产品的爱好者 我觉得就是如果可能打着 你是艺人代言 也许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可能声量 但是我觉得可能 我比较注重的是树人这一块 对 树人 可是这样子 会不会让一般还没有接触过 和有消费者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明星 让我有个想象空间 去做加持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去颠覆消费者观念 就是以我们人消费者为出发点 因为我们还是喜欢 希望就是树人 用自己的口碑的方式去做行销 对 比起代言人去 可能讲比较漂亮的广告词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 树人的那些反馈 自己真实使用过后的那些状况 我觉得来得比较真实 比较有说服力 包括你自己可能都是 最佳代言人了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 我们自己产品的爱好者 对 就是有效的东西 现在的民众很 这个社群媒体很发达 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去上网分享 对 然后就吸引更多 人看了之后就会愿意尝试 觉得说这样的效果 也许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就会比所谓的代言人 或是广告词会来得更吸引人 因为现在的时代真的已经不同了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 Bessie年纪轻轻就创业成功的故事 她不但可以自创品牌 也亲自试用这家生产的 每一样产品 用对待自己的心情 来对待每个消费者 那么广告之后 我们要继续请Bessie来告诉我们 在竞争激烈的亚洲市场 站稳脚步之后 她要如何更进一步的 去拓展事业版图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遇见大人物 我是刘寒竹 在上一段节目中 我们看到一个年纪轻轻的 美女创业家 做出了这么好的成绩 而且还不止如此 在保健食品的网络销售领域 站稳脚步之后 其实Bessie更是扩大了 整个业务范围 跨足到实体的生活美容产业 那我就很好奇了 想要请我们执行长来谈谈 你们是为顾客提供 哪些样的服务 因为其实市面上坊间的 美容媒体中心已经很多了 我们要怎么做出差异化 才能显出你们的特色 因为其实我自己 十几岁的时候 也很爱漂亮 也有上过那种 美容店家做过保养 但其实很常被 这些店家质疑说 我年纪这么小 花得起钱吗 或者是说一进到店里之后 就会被晾在一旁等 很久没有人力 对 其实蛮常有 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所以我就是在想说 要怎么样 就一直开始有计划 想要开一间 就是可能为爱美的人 而设立的一个 保养品的品牌 那不管是 就是 不管是什么连龄层 都有爱美的权利 这样子 所以我大概在五年前 就开了这个美容媒体 然后目前是有四间店 然后我们还有医学美容 对 然后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策划了一系列的 外用的保养品 然后在今年也是 我们的主力商品 这样子 因为其实执行长 刚才讲到一个经验 可能是我们所有爱美的女生 都有的共感 就是以前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进去这些SPA店 我也常常被晾在一旁 或是他们觉得 我一定消费不起一些 他们比较高 比较主推的疗程或产品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 我明明也是来花钱做美容 怎么好像小姐都不太理我 所以像你自己有这样的体验 去开这样的美容媒体中心之后 你会怎么样去教育你的员工 去对待每位客人 或者说你们在定价的差异性上 就我们用比较亲民的价格 我们主打算是CPC比较高的课程 除此之外 其实我对员工的教育训练也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 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尊重 其实是很在意的 也是像我也都很尊重我的员工 当然他们也都会很尊重我们的客人 那在这一块的教育训练我是觉得 我们做的算是还蛮不错的 对 就是可能像很多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们 不要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 对 像你看到我的时候 你一定也会觉得 我可能消费不起或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 你在销售其他东西的时候 更是困难 我觉得在 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有爱美的权利 那每个女生都是很爱美的 其实很多女生在爱美是不怕花钱的 所以不要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想法 去认定说这个人可能是怎么样 而且疗程的部分 有时候我觉得传统的美容SPA房 会一次叫你包很多疗程 导致我们可能本来一开始 可能资金不够 后来也就不好意思继续消费下去 但是你们的策略也不是这样 对吗 我们当然还是会提供个固定的一个 比较有效的疗程 但是没有那种什么就是 一定要先包食堂 没有包你终身的那一种 我们有食堂 八堂 但是比较多的都是那种 譬如我指的是可能以往 比较多的美容店家 可能一次就是两百堂 或是那种终身卡 五年卡 但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会针对各种不同的客群 他们需要的东西去做 他们帮他们规划 他们可以适合的课程这样子 而且一开始一定是在台北立足 但是应该是其他县市的民众 也会说赶快来开店 赶快来开店 对 像其实我们今年原本 也是有规划要在台中开店的 对 然后其他新族什么 都是有在讨论的 好 那我们在美容媒体 跟保健食品两个领域 已经发展出双品牌 你觉得这样子对你经营 带来怎么样的优势呢 其实因为我希望把我们的 企业集团化可以更具有规模 所以除了线上的电子商务以外 其实更结合了实体的美容 跟医学美容的服务 那希望可以更全面的 为顾客带来更完整的服务 就等于说我们在现场 做得漂漂亮亮了 回家要继续口服保养 才能让整个这个效果 发挥到最大 对 或是外用的保养品 而且我还听说 其实执行长的美容媒体店 是吸引了非常多的 网红跟美女光顾 而且因为你们的环境 做得很漂亮 所以他们去使用疗程的时候 就会顺便在店里拍照啦 打卡 然后马上上传到社群网 去分享他们的美丽见证 那在您这样子看下来 网红分享对于业绩的成长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其实我们在网红这一块 没有特别去付广告费 那这一些网红 都是来店体验过后 然后很喜欢我们的环境 很喜欢我们的服务 然后也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说因此而成为了 我们的首客 然后也是主动帮我们去做推荐 那我相信其实很多网红 都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的 所以他们也很在意 自己推荐的东西 品质好不好 效果好不好 所以这也是我们所坚持的 才让这些人 这么的信任我们这样子 那结果就是很意外的 变成了一个 另类的一个 网络的行销手法 可能对很多年轻的小美眉来说 他们自己喜欢的网美网红 发现都来这一家店 使用聊天或是打卡 会让大家更想说 那我也要去试试看 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 跟这个网美一样漂亮了 所以针对这个网红的特性 也有设计出什么 不一样的行销策略吗 其实我们在网红这一块 没有特别设计什么行销策略 对最主要都是 他们是真心的喜欢我们的商品 喜欢我们的课程 喜欢我们的环境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块 我们是真的是 我觉得是他们由衷的喜欢 因为他们也是很在意 自己推荐东西的品质 对很在意他们自己的形象 所以说才会去主动 帮我们推荐我们家的产品 对因为网红网美 他们在经营自己的 社群网站的时候 也一定是希望可以长长久久 他们不太可能会乱推荐东西 去砸了自己的招牌 那其实现在看看 已经创业六年多了 公司的成长也是三起跳 员工人数从最初的三个人 已经成长到六十个人 那么在经营管理上 跟创业初期 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对不对 是 是 会很大的不同 那其实我觉得最难的部分 是在于管理人的部分 那因为像起初我创业的时候 我毕竟是一个人的公司 所以说其实只要我自己自律 然后把自己跟公司负责好就好了 所以在刚开始有正职员工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学习着 如何当一个好的老板 那如何带领大家成长 那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别人的员工 所以其实我可能 我以前不喜欢 我老板可能很爱说大话 那我自己就不会是一个 爱说大话的老板 我会尽量的用 比如说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那我去分析给大家听 就如何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类的方式去 让他们有更多的理解跟解释 那像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也不会要求员工要去做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人的基本的一个尊重 确实就是跟员工当朋友 把你的理念去传递给他们 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跟着老板 一起往前冲 那这也会成为一种 就是我们自己企业的一个文化 会一直这样传承下去 对 因为现在的企业 尤其是年轻人创业的公司 跟传统的那些老企业 是已经企业文化生态不一样了 那像美容媒体的经营模式 跟保健食品还是有一些不同 所以未来你是不是有计划 要推广所谓的连锁加盟 或者说我们现在六年了 这样完脚步了 我们未来发展的愿景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 它的流程以及SOP的建制 然后还有加上系统上面的辅助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从两三年前就很常 有人问我说 能不能加盟我们的美容店家 这样子 那其实我当时觉得说 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我的系统规划得还不够完善 但到我们前年我们成立的一个管理部门 然后也将电务管理的非常有制度 然后服务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仪器 去取代手机 那SOP化的服务 所以说其实今年是有这样子的计划的 对 因为其实通常一个品牌成功了 再来就会有不断的有消费者 自己一试成主顾 都会不断的想要来加盟 那你会是觉得说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说 好 我可以开放加盟了 最主要是我们前年成立的那个管理部门 然后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流程以及制度 然后建制得非常的完整 然后所有的制度也是非常的成熟了 那也就经过这三年的测试 都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才会觉得说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到了我们可以就是开放加盟的时候了 对 因为我觉得自己 我也不希望说是草草的为了要赚钱 然后就随便开放加盟 我也希望说 当就是有兴趣的人进来加盟的时候 我们做的东西是建制得很完整 那系统也是规划得非常完整了之后 对 然后才能有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SOP化的一个管理制度 确实 那么节目最后我想要请教Bessie 如果说有年轻人对你说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离开公司去创业 你会给他怎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像我自己起初在创业的时候 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一帆风顺 其实遇过很多的困难 那在刚创业的一两年 其实也常常被就是也是常常就是失眠到天亮 或是就是那时候很常 就是可能好不容易睡着了 然后半夜又惊醒 然后惊醒起来之后全身发动 因为其实他害怕很多未知的东西 对 那就是其实我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对 我就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努力不懈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 所以才可以取得像今天这么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成绩这样子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员工会想要创业的话 其实我会非常地支持 也会非常地赞同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相对因应的资源 可以提供给我们自己的员工 我非常支持大家去圆梦 对 不管就是成功与否 都是人生的一场壮游 对 因为其实像我跟执行长聊天 知道您现在可能还会当一些企业的长师 到一些企业去做一些培训 做一些顾问 分享你的成功心法给大家 你会觉得你最想要告诉他 大家经营一个企业的概念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每个阶段 你思考的东西 或是出发点会不太一样 可能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当时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赚钱 但跟我现在的想法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除了每一个阶段 为自己订定的目标 如何去达到目标以外 要想办法去找出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我建议真的就是大家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会安于现状 所以我觉得如果太安于现状 真的就是很难去突破 让自己更好 那就是像我每个阶段也都在学习 我觉得我需要学习的部分 就是发现自己有哪里不足 我们就立刻的去充实 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好 真的看得出来 一个成功的创业家 一定要有强大的信念 才能支撑自己坚持下去 达成梦想 而且要勇于做梦 我们看到了执行老街 创业成功的背后 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 如果能够像他一样 把创业的旅程 当作是一场勇敢做梦的撞游 或许你也看到人生最美丽的风景 再次谢谢Bessie的分享 遇见大人物 我是刘寒竹 我们下次见 拜拜